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内部空间更大一些 上方还带有一个天窗 一会进入到车内就可以看到了 那么整个车这种橘色加这种黑色的防刮条的设计 看起来也比较运动 那么这一侧还可以换装这种防暴漆 可以有效的防止寡蹭 那么这款车的长度是5米94 宽度2米14 高度是2米94 是可以上到蓝牌 C本就可以驾驶了 后毛窗这里它做了一个外秃的设计 这样做的好处是床铺尺寸变得更大一些 那么这款车也可以说是同级别 后床最大的一款车型了 车辆的采用是后双胎后驱的一个设计 在这一侧它配备的是一个新能源的充电口 可以在高速公路就可以直接为车辆内部供电了 这款车的轴距是3.76米 整备质量是3.42吨 最大总重量可以达到4.495吨 车尾带有美式的铝合金爬梯自行车架 车的上方还有铝合金的行李架 刚才我在上方已经给大家体验过了 还配有倒车领像和倒车雷达 可以保证行车中的安全性 尾门还可以左右开启 开启以后正对车辆内部的床铺区域 那么下方这个地方都是可以储物的一些储物格 这个翻板也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拿取的 那旁边这个位置大家看是不是特别像一个洗衣机 其实后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加装一台洗衣机 如果你不放洗衣机的话 这里也可以作为一个储物的空间来进行使用 那么整车采用原厂的龙式结构 它更加的可靠耐用 全部采用的是免焊接的工艺 车辆采用的是这种热断桥的隔热保温隔音处理 它做的效果也是可以让我们在冬天在车里使用都没有问题 上方这里配备一台手动遮阳棚 当阴天下小雨或者大晴天的时候 都可以边用我们在车外活动 打开车门以后这里其实还带有一个沙帘 这样夏天的时候使用也可以防止蚊虫 那下方这里它是一个电动踏步 当使用的时候放起来 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电动踏步收回 现在我进入到车内整个高度还是比较合适的 目测应该至少有一米九高 那么车辆内部进来以后非常通透 前方这里给大家看这种流畅的流线型的天窗 而且它采用的是这种双层夹胶玻璃 密封性更好也更加的保温 所以说这两个天窗给我们前方打到的空间 看起来更加的通透了 驾驶室还是同大通V90基本保持一致的 这个副驾驶座椅是可以向后旋转的 旋转过来以后可以和后方形成一个对坐的区域 那么在动力系统方面搭载的是2.0T的上汽派的发动机 匹配是6AT的自动挡变速箱 最大功率有110千把 最大扭矩有375牛米 中间配备有多功能方向盘 然后这里还带有悬浮式的中控屏 可以实现手机护联等等的功能 这款车总共搭载4人 像这个后方这个位置也是可以同时乘坐两个人的 而且座椅都是采用这种汽车座椅 它的靠背是可以调节的 舒适性也很好 整车它做了平衡设计 这样的话可以更加使我们在行车的过程中保证一个安全性 作为预防B型房车来说 它过道确实很宽敞 它其实达到了53公分 这一侧就是厨房区域 上方带有一个12伏的变频空调 那下方这里可以看到 这里其实是一个5000瓦的I背贺的燃油暖风热水一体机的控制开关 冬天的时候可以暖风热水同时使用 能洗个好澡一定很不错 而且还是高原版的 即使到西藏都可以洗个好澡了 旁边这个位置就是车内的洗菜盆所在的地方了 这里可以当做一个切菜的案板 这一侧的位置还是可以把它打开拓展的 后方这里只有储物的空间 可以放置一些随车的行李物品 下方是一个小米的微波炉 那在下方这里是一个85升的双开门 带有冷藏和冷冻功能的冰箱 卫生间采用吸塑式的处理 可以更加有效的防水 那么带有淋浴喷头可旋转的合适马桶 同时还配有一个隐藏在镜子里面的储物柜 打开以后可以储物 那么洗手盆当然也是不能少的了 它只是一个隐藏式的设计 打开以后在这个位置它就是一个洗手盆了 刚才已经介绍过了车尾床的尺寸是同级别中 基本上是最大了的 它的长度是2米05宽度是1米35 如果睡两个人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身高在1米75 我现在已经躺下了 我觉得旁边这个位置再睡一个人 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么两侧还都带有储物的空间 这款车在电路系统方面总共配有12V400A的锂电池 同时带有3000瓦逆变器供日常使用 车顶上方还可以选配如果新能源太阳能板 分别可以选择325瓦或者610瓦的 如果新能源太阳能板是单精硅足功率 可以更加有效的保证车辆内部的电力 水路系统方面还带有一个130升的高强度食品级的清水箱 和一个60升的灰水箱可供使用 乘款车售价是45.8万元 那么大家觉得这款合资的锐富R600房车怎么样呢 好了如果您的房车感兴趣 不要忘记持续关注房车情报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